家務社工帶著兩位生長樂兒 來到獨居老人家中 戴上帽子 手套 準備開始打掃 全神貫注 把樓梯打掃乾淨 家務社工在旁 不忘再三叮嘱 一邊打掃 一邊陪伴著90歲的獨居老人 不僅改善長輩的居家環境 用陪伴的方式 讓長者不孤單 幫獨居老人家做 我覺得不錯 掃得很乾淨 也不會有髒 掃碗地 掃乾淨 很棒 生長樂兒 不是只有到獨居老人家 幫忙打掃 還會定期到 唐市政寶寶小花家中進行清潔工作 小花父親去世後 便一個人開啟獨居生活 無法自理的她 居住環境也靠生長樂兒協助 有他們陪伴 小花內心快樂 樂兒也透過服務 實現自我價值 我好開心啊 你開心什麼 一個人哪些 不要少啊 青蹄嗎 有啊 有啊 你滿意嗎 喜歡嗎 開心啊 喜歡 聲音障礙者 他們過去可能都很常接受別人幫助 可是透過我們專業訓練之後 我們有做很豐富的培訓課 他能夠手心向下去幫助別人 他不是在這邊等別人的捐款啊 別人捐東西 不是 我們是走出去 走出大門 然後拿起掃把握起托 然後認真把環境打掃 所以他們也會很有成就感 我覺得過程中他們會覺得說很棒 原來我也可以幫助別人耶 需要被心靈治癒的弱勢族群緊緊相依 手心向下 幫助更弱勢團體 之所以能夠付諸行動力 全靠112年 公益彩券中獎人捐贈一筆經費 給樂作家務隊 挹注資源 訓練生長樂兒們如何清掃 擁有一技之長 替未來職場做好準備 也能回饋社會 我要感謝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台灣彩券及公益彩券 送獎人的愛心 因為有你們的經費的益助 那我們的生長樂兒 可以到閃貝家去幫忙打掃 我覺得這份愛心 就不只是一份愛心 而且是帶動的是 我們可以跟他生長樂兒的自信 透過家務工作 解決擾人或弱勢團體的 起居環境困擾 雖然生長樂兒 改變不了命運的巨輪 但良善的心 一棒一棒傳遞下去 用小小力量 照亮社會角落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